早安 Action 我們今天的行動代號是 死亡與少女 行動的日期是晚上八時九月五日 多 Anita 的常情是這樣的 水公主和八雪公主分別被人囚禁在兩個人之下 然後王子就在密室問生了碎公主 就在碎公主醒了一刻 白雪公主就盛空地逃走 原來王子都是白雪公主真人秀的忠實觀眾 但他更加喜歡原來是碎公主的胸和屁股 碎公主醒了之後 一直跟王子在密室裡面 漸漸 他就掙扎於去睡覺 還是去做愛 哪一種才是他的身處方式 獵人因為GPRS而追蹤到白雪公主 獵人將白雪公主殺死了 獵人接受媒體的訪問 成為了一時的新星 他公開呼籲下一個謀殺目標 白雪公主從死亡中醒過來 發現原來是王子的民 挺救了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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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雪公主變成了碎公主 而白雪公主就是碎公主的前生 天生 王子其實就是獵人 獵人也就是原先將公主囚禁起來的人 王子其實就是獵人 獵人也就是原先將公主囚禁起來的人 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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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